歡迎來到兔妮郎的頻道 我是兔兔 兔妮郎 我們要燒小乖郎 對 很棒 我今天特別Cue他要有視劇性的效果 想不到你竟然有如此驚人的進步 真的是太感人了 不要哭 可愛的小乖郎 不要哭喔 好 對 好 來 我們現在要大家一起做 時光機回到咱們的二十歲 想像一下二十歲的你 對於小孩這個議題 是怎麼想的 好 一起回到那個時候 來 問題 我現在來問一些問題 請問你有沒有想過幾歲會結婚 沒有 不問答應什麼 所以我可以永遠有交往對象 但不結婚 OK 我是覺得 軟婚 就是我其實二十歲的我從來 就是覺得 還沒結婚就沒有 OK 你現在有沒有覺得害怕 我想說我是一個不知道想什麼 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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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 我就是覺得很難想像結婚的感覺 所以我就會覺得 那應該還很願吧 這樣子 就是不承認自己是不婚主義者 有一點 有一點耶 有一點這種感覺 對就是不想否認說 我不會結婚 但是你也會覺得說 也沒有想結婚 很久啦很久啦 就是沒有想結婚啊 對就是那種感覺 好 問題二 請問你會想要跟當時的伴侶結婚嗎 No 為什麼 我不知道 會有一種很深刻的感受到 他就是 會陪你人生一段時間 但不會走到最後的 我好像會覺得沒有 沒有未來 就是 他一定有一個點 我剛剛為了把那個沒有未來 講成那個樣子 然後 你第一句話就把我剛剛假裝戳破 反正就是 就是整個人之間的情感其實很脆弱的 他可能只是一個很小的一個點 就會讓你覺得沒有未來 所以我就會覺得說 還很久啦還很久啦 這樣子 未來會想要有小孩嗎 你二十歲的時候 你可曾想過你未來有小孩這件事情 沒有特別想 那你有曾經想過說 因為你不婚主義嘛 就是沒有 對象讓你可能 懷孕或什麼的 Oh No 這件事情我覺得大作特作 對我來說結婚跟小孩是兩件事 你會不會想說 我即便沒有對象 我想生我就是要去生 如果沒有對象 我是絕對不會當媽的 一個人帶小孩太累了 所以你其實就是結婚跟小孩 其實就是雙重都否定了 就是基本上不太會 不能這樣說 我是 可以 不結婚 但有小孩 就是也就是說 我不是那種會因為懷孕而結婚的人 就是我覺得小孩跟結婚是兩件事 你可以因為有小孩生下這個小孩 但不代表因為這個小孩 你就要跟對方幫你一輩子 對我覺得我的答案是一模一樣 就是可能有可能沒有 我不知道 但是就是很遠以後的事情 如果 想要有小孩 你會想要有幾個小孩 我只容許一次的意外 OKOK 我 其實我也是一年 我發現我們兩個真的是 也是一個很會打臉自己的人 就是我們現在的想法 跟20歲的我們的想法 其實完全不一樣 第五節的婚 想法總是會改變嗎 代表人是可以被改變的 對 多正相 而且 過了10年 你會有180度的大轉變 然後現在也想說要生小孩 對 就是我們大打戀 只是我們現在就來討論 為什麼我們可以改變我們的想法 就是想說要有小孩呢 其實回到我剛剛講的 就是 你只要找到你合適的伴侶的時候 你就會開始想這件事情 找到合適的伴侶會改變就是結婚 因為你就是讓我覺得 哦 就是沒有那一種 只有一段時間的感覺 你就是有那種就是 你要陪我一輩子的那一種 很噁心的那種感覺 哦 我是那種伴侶 就是合適的結婚伴侶 就是一個trigger 就一旦你打開了這個trigger 你就打開了送禮桌的那個開關 你就開始幻想 就開始 哦有小孩有什麼 有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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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買車買房 想想想想想 生小孩生小孩 哦 吃老八十 這樣一直 就是一路想下去 好 很酷吧 嗯 你還想要trigger我什麼事情 不敢了對不對 你要小孩應該跟我 讓你無聊沒有關係吧 沒有 我覺得太好 哦 我只是要確定這件事情 你知道有些人可能會覺得說 啊 整個人這樣 每天在那邊看你 你看我 我就只會看了 你 看一個新的東西 這樣 新的娃娃 其實我覺得你也是很衰一件事情 因為其實有 想要有小孩這件事情 是我 起了一個頭 就是 這輩子沒有小孩 就是好像沒有體驗到這件事情 很可惜 然後怎麼樣怎麼樣的 然後 你就跟著我一起這樣子想 然後你就想說 好吧 那你也要 就是你就跟我一起這樣 我跟你的邏輯稍微不太一樣 像是我說服我自己一點是 既然你不確定自己要不要小孩 但 你要先設想 就是有小孩 你可以 之後他長大各不各的 以及就是你之後 再到了可能 因為過了10年 40歲的時候 你真的想要一個小孩 卻發現自己沒有辦法生的時候 這兩種的機會成本相比之後 覺得好像還是先生小孩 未來就是你可以有一種 不要的感覺 但是你就是 就是如果40歲突然後悔 其實我覺得那個感覺會很 很 你會一輩子痛苦耶 對 你會一直 究竟這樣 我當時30歲 當我在想什麼 就是 豬啊 如果可以坐時光回去的話 就是 巴自己30歲的頭啊 什麼之類的 對 不想要讓自己有這種 後悔卻五把挽救 然後你就這樣跟我 就是一起 上說要 對 對 make a baby make a baby 對 決定要小孩 我覺得 就也開始著手一些資料 我覺得最簡單的就是從 觀察身邊的 觀察身邊的 不管是 異性戀同性戀家庭 我們都會觀察 對啊 因為我們著重的是在 有 baby 這件事情 對 就是你的家庭結構是兩個大人 突然多一個小孩 你生活的改變是什麼 而且一定是很巨大的改變 對 雖然我們有注意異性戀 又有注意同性戀家庭 可是 我們兩個其實很重要 真的要去注意 同性戀家庭的狀況怎麼樣 因為畢竟會有一些不一樣 我覺得教育 教育還是比較重要的 就是要讓他理解 並且接受 為什麼他跟人家不一樣 這件事情 對 其實我們之前 就是看到 一些同事家庭的時候 當然他們就會被我們問到 就是 用時的卵子啊 對啊誰生啊 因為很多會 就是像我們這樣的話 就可以決定 比如說用我的卵子 給他生 對 或是用他的卵子給我生 有一些 確實是這樣做 因為我是自己的卵子 自己生 對 然後 當然就是會跟他們分享 他們為什麼這樣選擇啊 聽他們分享 對 反正我們兩個自己是決定說 自己的卵子 然後自己自己生 來還有很多人很常問的問題 就是 Donor怎麼來的 來過了 不知道什麼剛剛會這樣 欸 對 如果像是那個 我剛剛學長的案例 其實就是朋友 就是有點像是朋友的 認識的人 對 所以Donor怎麼來 就是朋友的 或者是金子銀行 對 還有大家很常問就是 你要去哪裡生小孩 好像目前問到都不一樣 對啊 美國的 然後歐洲就是可能選 德國 然後還有亞洲選 柬埔寨 泰國 泰國 日本 我們自己是打算 打算啦 也不確定就是怎麼樣 但我們打算去 去泰國 對 做那個植入 受精華的植入 yes that's right 好來 還有大家很愛問說 你要升級個小孩啊 就一人一高 然後接下來就有顏色問題啊 一起懷孕嗎 在這邊再好好跟大家講一下 千 萬 不要 你不可以讓兩個孕婦 彼此互相幫忙 這是要兩個孕婦去死 你知道嗎 好啦就這樣兩個大肚子 掉一隻筆 老婆幫我剪筆喔 你剪 我現在沒辦法 我就是剪不了才跟你講的嘛 然後兩個人在那邊 乾瞪眼看那個 都不要剪都不要剪 都不要剪都不要剪 對啊你看連剪筆都剪不起來 更何況更麻煩的事情 是千萬千萬不要一起懷孕 就是非常不切實際的想法 其實我們透過這些同志家庭 就開始了解很多女女們要怎麼樣組 就是生小孩啊 出生家庭啊 對 然後後面的發展是怎麼樣 嗯 然後其實我們 這次就真的很深刻去了解到 就是像我們兩個要生小孩的 男處 其實 在台灣來說的話 其實真的這樣很明白 就是法規的部分是我們比較 我覺得很可惜 因為台灣的醫療一直都 很好 對 在水準之上 然後以及就是 你可以減少搭飛機啊 這種不必要的花費可以享有最好的資源 但卻因為法規不通過 所以我們只能做其他的選擇 跟被迫改變 我覺得這是比較可惜的 當然也希望法規能夠早點通過啊 這是好話的 對 我們要生小孩有幾個選項 就要嘛就是等台灣的法規通過 在台灣生小孩 對 或者是說如果我們比較趕時間 按照我們的計畫 按照我們的時間計畫的話 我們就是要飛出去 多花一點錢 可是我覺得這其實 我們也是跟著台灣一起在進步 我們兩個 就是也跟著台灣一起在進步 我們也不會抱怨說 為什麼這個沒過啊怎麼樣 我覺得這就是一個過程 那不管怎麼樣 我們就是有應變的方法 就是一邊等法條 那一邊自己做 自己做現況的計畫這樣子 對 所以目前上來說的話 我們就是兩個方案都有 兩個方案都有在那個 但不管選哪一個有一個必須要做的都是動卵 是 喔對 我都可以跟他解釋一下 就是 台灣其實就是一個動作不能做 就是 植入受精管 植入受精管是不能做的 對 就是像我們這樣子的女女家庭 然後去生小孩的流程 其實第一步就是 我們的卵要先被動起來 因為像我們是 直接選擇了 人工 人工受孕 因為 我這邊 比較擔憂 就是如果你找認識的人 去借精的話 可能會有產生未來 他也想要 希望他改變心意了 他也想要這個小孩 那他去跟你爭 扶養權什麼的 他可以去跟法院要 就是合理他的權利 因為其實他是DNA 而且有吻合 對 所以我就想要避免這種狀況 發生的情況下 我們就是直接選了 試管嬰兒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就是了解試管嬰兒的流程 首先就是你要動卵 那動卵他就是 先把你的卵子取出來 找到合適的捐贈整個精子 然後幫你做結合 放到你的子宮裡面 受孕完成 但是呢 因為台灣不能做一個 這樣的結合放進去的動作 所以我們必須要分開做 所以就是我們等於是 在台灣做動卵 然後再把卵子 搭特殊飛機 送到我們要去的 比如說美國 我們就是要去美國生 他就可以搭飛機搭到美國 然後到那間醫院 他會直接送過去 因為其實有說 這樣是會減少 就是會 會有一些損耗在的 所以如果要 非出國做的話 醫院通常會建議你 多取一些卵子 就是去分攤掉那種 就是在運送 對 在運送過程中 損壞不能用的卵子 對 所以到了當地 然後再跟 我們的金子銀行 選金子 選金子 然後在當地結合 結合了之後 放到你肚子裡面 再放到你肚子裡面去 然後觀察一陣子 確定著床受孕之後呢 醫院就說 OK恭喜你 好好的享受你的懷孕過程 然後接下來就是靠你自己 對就可以回台灣 但是你就要小心 不要流產 如果流產的話這一段費用就是 丟水裡面 重新再來一次 重新再來一次 對 對 不問大家說 其實我們兩個已經完成動完 其實我們去的時候也觀察一下 所有的 就是等待中看真的 真的都是 然後就發現年紀 他們年紀都會比較 偏大 對 就是可能就是35歲以上 因為我覺得人其實都有一個 不要說惰性好了 大家就是可能就是會先結婚嘛 就是我現在講的是一夫一妻 就是結婚 結婚一陣子 肚皮沒有動靜 他會去看醫生 甚至你也不會去看 你可能會覺得 因為最近工作比較貓 因為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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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你就會先忽略這個問題 然後真的有一天 當你真的覺得好奇怪 或是旁人真的 給你某一種壓力的時候 你就會想說 我是不是應該要去看醫生 然後就去看的時候 才告訴你說 喔你不孕 然後你就開始很努力的要去 做試管姻緣啊什麼的 對 所以其實那時候他們就會很辛苦 然後醫生也在告訴我們說 其實那個軟量啊 就取軟的量 就是隨著年紀增長 低減 年紀增長低減 所以醫生那時候其實有特別說 理想狀況就是 幾歲以下啊 35歲 30歲左右 當然最好是35歲以下 對他說 品質跟量 就以及成功率來說 就是越年輕越好 對 這樣回到20歲的問題 對 對 就如果你有想要生小孩的計畫 然後只是因為沒有合適的伴侶的話 經濟有允許的話 真的 就是以防你 你用不到就用不到嘛 那如果要用到的時候 你有被誤還 那時候 這種事是有一去不復反的 就跟我當初 你知道再回前面一點點 就是生小孩的理論是一樣的 對 你的補救措施是什麼 當你真的沒有選擇權的時候 你會很後悔為什麼自己當初會做這個決定 我覺得大家都會 生活太忙碌了 很常會忘記就是 自己的事情 對啊 你就會覺得這件事情 不是那麼急的時候 不是那麼急 你就會一直把他往後放 一直往後放 對有可能 放到有一天他變最急的時候 你就會變得美德選 對 這樣會蠻痛苦的 好啦 就是 這個就是全治文 全治影片 沒有就是如果說真的有 懷孕計畫 不管你是 同志家庭 還是一心家庭 就是這樣 可以了解 就是這個 就是一個 了解 就是以防 在你年紀大的時候 會沒有選擇 就是提早了解 就是當一個 冷知識 都可以 用不到是最好的 但如果你要用到的話 他在那裡等你 沒錯 這樣子 好來 今天影片差不多到這邊 然後大家也可以跟我們分享 你們的 對於小孩的想法 會不會像小孩了 還有結婚啊 這些東西都可以再跟我們分享這樣 我們也很想知道大家是怎麼樣 因為 對 好啦 這影片就到這囉 小乖 讓我說掰掰